我们新年新希望 我们发个愿 今年彻底落实 老儿上一句 真去做了 就会体会到落实一去的妙处 因为只要落实一句 心就越来越真诚 不管哪一句 落实一句 心就越来越清静 举个例子 我们落实 念念为他人着想 大家想一想 这一句落实三个月 这个人会不会 越真诚 会不会越清静 会不会越平等 会不会越慈悲 会啊 因为每一句经句 是帮我们恢复真心的 恢复自信的 你从这一句做彻底了 真心就透出来了 这个真心一透出来 它又用在哪 又用在生活工作 主事代人的每个静缘 所以佛法不是要学得很多 要重在 力行 所以李秉兰老师说 白衣学佛 不理事法 必须敦伦净奋 佛法没有离开我们的五轮角色 处世不忘菩提 我们处世代人皆悟 绝对不能忘了菩提心 不能忘了用真心 处世不忘菩提 要在行解相应 离老为什么要把行字放前面去 代表佛门更重力行 我们假如求解 不求正 所以这些都是主师 他们总结 他们观察我们修行的问题 刚刚跟大家提的这几点 是台湾有一位元英法师 他有一本书叫《毛蓬杂记》 是他在闭关修行 写下来的 都是用毛笔 我们当时看的时候 看到他老人家都是写 黄念祖老居士说什么 李秉兰老居士说什么 他出家人 这些在家的高僧 这个大德他都写了 他真的是数而不作 他成就很高 他是灿云法师的学生 他留下来的设例子 非常多 但我们看到 他都是 声赞声 称赞不只是出家人 在家人他都非常称赞 他整理了三点 第一点 第一点 好多 不好精 这每一点 我们都得下功夫 不然我们很难不犯这几点 求解 不求证 很喜欢听经 不喜欢落实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我非常恭敬老和尚 我不恭敬别人 恭敬老和尚体现在哪 不是嘴上讲的 体现在把老和尚的教诲 落实 什么才是对老和尚的供养 如说修行 排在第一 老和尚就是叫我们 扩宽心量 要包容一些人 要礼敬一些人 而且老和尚不只讲 他表演给我们看 我们看了 尤其 最震撼的 陷害老和尚的人 出现了 我们在旁边 都压着 不生气 看到他已经有一点 火气要上来 看到老和尚 来来来 坐坐坐 这个对他很礼遇 越看 越财贵 陷害老和尚的人 老和尚还是礼敬 还是供养他 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那自己有这个福报 看老和尚面对陷害他的人 都是礼敬 那这是不是 陈德的福报 我能看到是我的缘 是我的福报 那我怎么珍惜这个福报 效法老和尚 不然我这个福报就爆掉了 别人不一定有这个机会 当然我今天讲给大家 这也是大家的姻缘 大家不能分别 我又没有亲自看到 那又分别 我们看 孟子没有遇到孔子 他学到亚圣 欧益大师没有见到莲池大师 他是莲宗八九祖 所以不能分别 所以有一本书 这红灵法师的慈悲 他编出来的 老和尚的身教 集合那么多 四众弟子 对老和尚行持的回忆 我们打开那本书 每一个四众同修分享的 那是他跟老和尚的缘 我们能看的时候 就像自己是当机者一样 就像自己在现场一样 每看一则 纳受在心 我要效法老和尚这一点 那本书看下来 落实下来 那您 没有八分向老和尚 也有五六分向老和尚 物质报 物质记 圣与贤 可寻至 我看大家的眼神 好像没有把我这一句 马上纳受在星天 我在念一遍 物质报 物质期 圣与贤 可寻至 因为 眼睛是灵魂之窗 假如我们马上把地址归这一句 圣与贤可寻至 那个眼神就会这样 炯炯有神 不会是 我们听经得要随闻入关 牢上这一句话 讲给谁听的 讲给我听的 我是当机者 这么听 句句都有受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